主料,高筋面粉300克,低筋面粉75克,黄油35克,白砂糖60克,精盐3克,酵母4.5克,鸡蛋液35克,牛奶35克,水180克,辅量,香葱线黄油35克,香葱线鸡蛋液20克,葱花,精盐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 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除黄油外的面团材料放入面包机桶内,启动和面程序,等第一个和面程序结束,加入软化黄油,再次启动和面程序,面团揉至完全阶段,基础发酵至2.5倍大,取出发酵好的面团,按压排气,分割成8等分,滚圆后盖上保鲜膜松石15分钟, 取一个面团改成橢圆形,从上往下卷起整成橄榄形,依次做好所有的面包胚,排放在烤盘里,如果不是不粘的烤盘需要铺油脂,放温暖处,二次发酵至2倍大,等待发酵的时候做香葱线,黄油软化后搅打枝发白,体积稍膨大,分三次加入鸡蛋液搅打均匀,每一次要等蛋液完全搅打均匀,才能加入下一次, 多搅打一会才能更好的吸收,加入半叶半云的样子,冲洗净沥干水分,接次加入黄油中半云,用刀在表面画一道切口,或是用用剪刀剪开的,感觉这样接口更平整,而且不会把面包压坏化接口时,面包会有点回缩边着,很正常,不需要在意,烤的时候粉全会膨胀, 在刀口处咬上香葱线,烤箱提前预热180度,中层约烤25分钟左右,致面包金黄色用手按要硬,能力可挥缩即可,烹饪技巧,烤完后晾至手温,要用保鲜袋装起来,碾得变干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